《中國太平保險 鳳凰全全連線》 我是尚蘇 對期待俄烏停火的人來說 5月9號 俄羅斯衛國戰爭紀念日 本來是一個很好的窗口 然而軍事戰爭 最終沒有因為政治紀念日的到來 而結束 亞蘇鋼鐵廠這塊硬骨頭 俄羅斯還沒有啃下 而與此同時 它又加大了對利沃夫的導彈襲擊 試圖切斷西方向烏克蘭輸送武器 與此同時 歐洲對俄羅斯的第六輪制裁出台 旨在分階段完全切斷 對俄羅斯的進口石油 歐洲和俄羅斯之間的能源關係 可謂是蠢齒相依 德國前總理默克爾 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即使在冷戰最激烈的時期 歐洲依然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 然而雙方的能源紐帶 在今天卻在迅速瓦解 德國態度轉向 是關鍵 從2月份舒爾茨暫停耗資百億 耗時十年興建的 北溪二號能源管道 到今天不惜徹底切割 與俄羅斯之間的能源關係 到底是什麼讓俄羅斯 讓德國下了決心 而制裁落地帶來的能源危機 和經濟下滑 歐洲本身能否消化 今天晚上 鳳凰全球連線現場 基輔現場有鳳凰衛視特派記者 楊海英 上海現場有華東師範大學 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余南平 以及華東師範大學 俄羅斯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軍 三方連線解讀 俄烏戰爭現膠著 歐洲對俄制裁升級 劉四號的製作報導 距離外界盛傳的 所謂5月9號節點越來越近 俄烏戰局的消耗戰 以及竹烏爭奪式的戰鬥態勢 卻沒有發生太大改變 俄軍似乎暫時放緩了 大規模進攻速度 轉向更多的導彈空襲打擊行動 而烏方武裝部隊也繼續保持在幾處控制區內的聚首態勢 整個戰場似乎也將繼續朝著長期化發展 在看似僵持的戰局下 雙方各自又展開新一輪外交輿論交鋒 烏克蘭總統 朗澤蓮斯基3號表示 恢復全部領土是烏方的最終目標 同時他還稱此前俄羅斯邊境地區 發生了多起爆炸事件與烏方無關 稱烏軍並未在俄境內展開軍事行動 俄羅斯總統普京則在3號 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通話 使歐盟無視烏軍在頓巴斯地區 持續炮擊平民的戰爭罪行 但同時重申俄方 仍對俄烏對話持開放態度 此外 普京同一天 還與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通話 就俄烏戰局與加強俄白關係進行討論 白俄在通話後的4號也隨即展開了 大規模戰備檢查和相關演習 評估武裝力量的快反與戰備能力 除戰場與外交場外 更大的交鋒依舊和經濟以及能源有關 普京3號簽署法令 批准剩下了對外國不友好行為的 報復性經濟制裁 未來10天內將確定受制裁對象 禁止與其進行金融貿易業務 和原材料出口 至於歐盟也在制定第6輪對俄制裁措施 除了繼續制裁多家俄銀行 禁止三家俄媒體在歐盟國家的運營外 最受矚目的莫過於準備在6個月內 全面禁止從俄羅斯進口石油 同時 歐盟還計劃在今年年底前 用其他替代能源或節能措施 取代進口俄天然氣的三分之二 讓我們清楚 這不會容易 因為某些國家 都在俄羅斯的燃油上 然而現實可不僅僅是不容易 三個字就能一筆帶過 嚴重依賴俄能源的歐盟成員國 中國對制裁依舊存在分歧 尤其是匈牙利 作為一支強烈反對對額制裁 以及對額能源戰的國家 同時也是歐盟成員國內 第一個接受以盧布支付額能源的國家 匈牙利希望從制裁中獲得豁免 並抱怨自身因為反對擴大制裁 而遭到不公平的輿論政治攻擊 除了匈牙利外 斯洛伯克 保嘉利亞 捷克等高度依賴 俄羅斯能源的歐盟國家 也希望得到禁運豁免 有歐盟官員稱 如果歐盟不能找到 正確的解決方案的話 那麼豁免的口氣將會越開越大 造成連鎖反應 俄方是否醞釀在5月9號之後 對烏大動作 歐盟多輪反覆對俄制裁 實際成效如何 俄烏戰爭如果拖成長期化 誰將是贏家 骨牌的第一塊早已倒下 好 今天節目 先從歐洲對俄羅斯的制裁 全面升級 又下了一張王牌 就是能源禁運開始說起 到底會對俄羅斯帶來多大的衝擊 歐洲自己又能否消化後續的一個 經濟下滑的一個效果 兼請出國防嘉賓和記者做深入分析 好 首先為您請到的是 在上海現場華東示範大學 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余南平先生 我們看到這個制裁出臺之前 其實歐洲內部有很大的分歧 尤其是匈牙利 我們知道歐洲和俄羅斯之間的 能源關係是高度依賴的 然後最終看到馮德萊依然宣布 歐洲決定6個月的時間 非常短 就要全面禁止從俄羅斯進口石油 您對歐洲今天的這個決定的分量 怎麼看 是否在您的預期之內 因為其實歐盟委員會 在俄羅斯戰爭發發以後 所選擇的態度 包括給各成員國施加的影響 包括歐盟委員會希望通過俄羅斯 實驗重塑歐盟的領導力 這個行動你看得非常清楚了 馮德萊依然不是第一次表態 那麼現在呢 歐盟委員會通過一個最大的概念 就是能源獨立這概念 就是說過去為什麼歐洲做得不好 就是因為在過去很多領導人 一直被經濟因素所困擾 那麼在經濟和安全之間做平衡的話 安全肯定高於經濟 所以現在德國有一種聲音認為 是默克爾做錯了20年 如果默克爾早就認識到 跟俄羅斯之間會發生這種依賴關係的話呢 他應該早做選擇 因此現在目前德國態度轉變 對整個的歐盟的行動呢 是有個非常大的支持 因為我們知道 歐盟雖然是有那麼多的成員國 它裡面的德法兩國最穿重 最大兩國的這個態度是非常多 所以歐盟委員會能做出這樣一個 壓扶於重方 當然有個別的比如像匈牙利 可能還覺得自己 因為匈牙利本身在過去歷來 在近幾年當中 在整個歐盟當中 一直被作為另類處理 不管他在過去那沒問題下 其他問題下 但總而言之 現在匈牙利這種聲音的 變成少數人聲音 就是說我可以給你豁免 但是原則你必須做 所以搞了個六個月的一個期限 也就是說 知道目前馬上做不可能 但是這次必須要做 因為歐盟還有一項戰略 因為從歐盟兩年以前 發佈的這個戰略制度裡面 它有個很重要原則 就叫做能源戰略的制度 那麼這個制度呢 它是有一個邏輯的 就是叫貪中和 叫可再生能源 那麼這一次又給歐盟找到個機會 既要擺脫俄羅斯依賴 又要做可再生能源 應該說跟它的目標是雙重疊加 兩而合一為一 所以它必須要強推這個政策 嗯 明白 所以就是它有兩重考量 就是過去就有能源自主的 這樣的考量 然後俄武戰爭的爆發 給了它一個機會 全面推歐洲的能源自主 以及全面推它的清潔能源 好 這個部分來繼續請教的是 也是華東師範大學的 俄羅斯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軍 劉主任 對俄羅斯來說 能源一直是一張王牌 就美國過去對俄羅斯有能源禁運 但是我們知道 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的能源交易 沒有多少 但是歐洲最後下了這個決心 要切斷從俄羅斯進口石油 你覺得這張王牌 對俄羅斯的衝擊會有多大 好的 主持人 我覺得這個能源問題 這個能源一直是俄羅斯的 這樣一種王牌 也是作為它的這個 在外交鬥爭當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武器 那麼這個美國對俄羅斯 這個進口這個石油天元器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那麼在歐洲這個進口 它的石油和天元器 我覺得首先對歐洲來說 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剛才這個俄教授已經分析到了 那麼對於俄羅斯來說 我覺得這個同樣也有不可忽視的 這樣一種負面作用 那麼對於俄羅斯來說 這個能源問題石油天元器 是它這個庫抖外匯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這樣一個方面 如果它的能源石油天元器出不去 它的外匯儲備 它的這樣一種這個GDP 這個增長都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它總要找一個口就要出去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一個問題上 對它來說 我覺得也是一個 這個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一樣 既有這個 它可以作為一種武器 同時對它本身來說也有一種副作用 我們也知道就是俄羅斯當下 也確實在為替代能源出口 在找一個新的出路 比如說它也在和印度在積極的談 你怎麼看俄羅斯未來 是否能夠成功找到這樣一個替代出口 我覺得這個印度需要 中國需要 當然還有其他的國家也需要 我覺得遲早它會找到 這樣一種能源的出口市場的 那麼但是在這樣的問題上 可能在價格問題上呀 這個運輸在管線問題上等等 我覺得這個還是有相當大的負面作用的 可以說我覺得這個遲早的問題 它會是找到它的這樣一種 石油天然氣的出口市場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還是有一些不利的影響 主要體現在這個價格問題上 你能去闡開一下嗎 就是什麼樣的不利影響 價格方面會如何體現 那麼因為這個 如果說它的石油天然氣 如果在歐洲方向上不能出去的話 那麼它必然向其他的方向上 進行這樣一種市場的這麼一種探索 那麼在這樣一種情況下 那麼這個等於說是賣方市場在出現 那麼就是說對於歐洲市來說 那麼它就釋出了這樣一種定價的主動船 好 謝謝 謝謝劉主任 我們再來說說就是整個歐洲態度的轉變 跟德國態度轉變密不可分 這個默克爾過去曾說過 即便在冷戰最激烈的年代 德國都沒有擺脫對俄羅斯的依賴 為什麼是現在 是什麼讓德國最終下了這個決心 來 雲南平主任你怎麼看 從舒爾茲上台之後 我們發現德國對俄羅斯的政策 就發生一系列的改變 比如說從過去不出口武器到後來 軍事援助俄羅斯 再到就是2月份暫停了耗資10年 耗資百億歐元興建的北溪2號 再到今天不惜一切代價 徹底切割跟俄羅斯的能源 是什麼讓德國最終下了這個決心 以及這個本身對德國自己的傷害 又會有多大 他們會承受怎樣的代價 因為我們知道 德國其實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的比例 是非常之高的 應該在整個歐洲大國裡面是最高的 剛才劉軍主任也說了這個問題 那麼有傳統這個管線 大家就說在美國壓力之下 這北溪2號這麼大壓力之下 德國還頂著要去幹這個北溪2號 因為我們在德國是工業製造部 這個天然氣這種石化能源 不僅是我們說的是說 對這個生活取緩有用的冬天 它最重要的是 它對工業製造生產是有很大價值的 因為德國是化工原材料全世界的出口服務 所以基礎原材價格上漲對它影響非常大 那為什麼這次下了這麼大的決心呢 我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 德國國內政治 政治結構的轉換就像我剛才講 很多現在德國政治評論界就有個觀點 就是說默克爾是很能幹 但是他只是安於現狀 不願意做改革 他是忽略了未來的風險 而重視現象的穩定 這種評論代表整個的德國 又沒有這次俄乌戰爭 這個觀點可能沒那麼強 那麼現在在德國人看起來講 就是說你這個兩個主權國家之間 發生了這麼一種 所謂的一種戰爭行為 應該是在聯合國內沒法解決 是不可理喻的 所以德國人會喚起他這種一個 相對講他生活比較好 那麼所以他的政治裡面 又有社民黨 又有綠黨 而且綠黨在裡面的重要性非常突出 因為除了外交部長 這個女部長以外呢 現在德國實際上掌權的是的這個副總理 這個副總理呢 又分管經濟 又分管能源 哈佩克 那麼他呢 其實呢 因為實際上這段時間來 整個在德國討論的問題 就是說他已經成為政治明星了 他的邏輯很簡單 知道這個事要幹 他短期幹不成 那怎麼辦呢 那就通過政府補貼 我們知道在全歐洲裡面 是德國加點最後 所以雖然能源價格 民意價格在漲 所以德國做的邏輯說 我拿錢來補企業 補老百姓 我讓你扛住這一段 那麼在德國看來 這個威脅比2010年 11年整個歐債危機 那個時刻的危機呢 要小得很多 只要不發生大規模衝突 所以政治因素呢 使得這個中右這個勢力在下降 所以中左的勢力在上升 就上升到意識形態 這個問題就比較複雜 嗯 好 這個馮德蘭信世代來說 6個月之內就要完全切斷啊 但是隨著夏季用電高峰的到來 如果沒有成功找到替代 這個進口國的話 會不會出現一系列的能源危機 比如說各種汽油柴油 天然氣價格的上漲 還有一些用電的一個短缺 這個部分也來請教一下 在烏克蘭現場採訪的記者 楊海英 海英我知道你前兩天那個報道 提到了一個現象 就是烏克蘭國內已經出現了 汽油短缺 而這個問題在短時間之內 也不能解決 那隨著歐洲對俄羅斯的石油禁運 開始落地和實施 有可能會帶來這個能源危機 烏克蘭方面做怎樣的反應和應對 又會帶來怎樣後續一連串的 骨牌效應 實際上這個汽油短缺的問題 實際上政府的政策的問題 實際上它的汽油短缺 是因為政府出台了一個政策 不能抬高油價 所以說很多油公司就把這個油 都藏起來了 實際上過兩天 他們會改變這樣一個狀況 他們也發現他們不能這樣做 實際上要讓油價開始浮動 那麼我現在講講天然氣 我們可以看這場戰爭 實際上特別有意思 這場天然氣是管道 在烏克蘭從俄羅斯進 烏克蘭進到波蘭 然後進到歐洲 歐盟各個國家 這個天然氣管道 我們從烏克蘭石油天然氣 這個公司的發言人那裡了解到 他說雙方的部隊 現在是烏克蘭已經完全 是不像烏克蘭不向俄羅斯購買 這個天然氣 那麼這個氣怎麼辦呢 他是從這個管道 這個管道到了歐洲之後呢 再返回來 他們還接著用的俄羅斯的油 俄羅斯的天然氣 然後他說雙方打仗的時候 他說俄羅斯這個部隊 特別關照有管道通過的地方 絕對不能出事 那邊也是雙方烏軍交戰的時候 這個管道是非常暢通的 那麼烏克蘭呢 他怎麼付錢呢 他就把錢付到歐盟 付到波蘭 付到其他的歐盟國家 完了呢 這個氣從他們家過去之後 再回來 所以你看這個戰爭 確實為人民的生活 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但是確實 這個汽油的問題 未來是必須要解決的 但是怎麼解決 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 美國人答應你的天然氣 說我運過來 運過來之後 你上哪 卸載這些天然氣 你需要港口 一個港口在歐洲 據我們所了解 就光環評這一塊 沒有兩年的時間 你根本下不來 而且你造這麼大的一個 天然氣的儲藏運輸碼頭的話 這大概是將近數十億 的這個歐元的價格 所以說這個未來的 如果說他們要用這麼辦法 來跟這個俄羅斯抗衡的話 那天然氣的價格 自然是會非常高的 嗯 好 我們來繼續請教的是 這個劉軍主任 俄羅斯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國家 越挫越勇 你看歐美對俄羅斯的制裁 已經來到第六輪了 一輪比一輪狠 但是俄羅斯呢 到目前為止沒有絲毫停手 去結束戰爭的想法 而且反倒繼續簽署了一系列 就是報復性的經濟措施法令 來應對美歐的制裁升級 就是你怎麼看 俄羅斯明明知道 如果繼續戰爭會招來 歐洲和美國更嚴厲的經濟制裁 但也不願意停火 怎麼看俄羅斯的安全 和經濟方面之間的抉擇 好的 主持人 我覺得這個俄羅斯 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也是一個非常獨特的 這樣一種民族 大家都在說它是戰鬥民族 那麼俄羅斯普京總統 既然走出了這一步 他肯定是知道面對的 他在這樣一種 各種各樣的這樣一種結構 我覺得他已經做了 最充分的這麼一種準備 所以即使在他面對著 美國西方的這麼多國家的制裁的時候 我覺得他依然能夠挺下去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在於這個民族對安全的 這樣一種重視 在歷史上 安全的這麼一種空間的 安全的問題的這麼一種重視 這麼一種敏感程度 是其他國家 其他民族都難以所想像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而且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 這個普京總統 這個在第一輪的這樣一種 這個特別軍事行動的兩大目標 都目前都沒有實現 一個是去軍事化 一個是去納稅化 都沒有實現 所以他不可能輕易的 這個停止這樣一種 特別軍事行動 否則在國內在國際上 都沒有辦法交代 確實 而且隨著就是5月9號 衛國戰爭勝利紀念日的一個到來 他們看到軍事戰爭依然沒有結束 那接下來這個戰爭走勢會 如何發展 下節回來繼續說 一會見 好 俄國衝突還在持續 我們看到 格羅斯一方面加大了 對利沃夫的導彈攻擊 試圖切斷西方對烏克蘭的軍事補給 但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加速對烏東 就是馬里烏布爾 亞素鋼鐵廠的一個炮擊 好 這個對難民的撤離 會帶來哪些影響 繼續連線的是在烏克蘭記者楊海英 海英 我們看到 格羅斯已經發起 對亞素鋼鐵廠的最後總攻了 如果這個時候還想 從馬里烏布爾 亞素鋼鐵廠撤離的話 會面臨多大的困難 你的掌握 我們這麼看 我們剛剛獲得 我們昨天晚上獲得的消息 我們在利沃夫的志願者 因為我們採訪過他們的避難所 他們已經開始準備 已經有一百多人 從馬里烏布爾撤出來 撤出來之後 他們現在才走到哪裡啊 兩天了才剛剛離開 那個俄軍的控制區 到達了那個什麼市 那麼據說他們今天晚上 還要進行往前走 還有兩天 還需要兩天時間抵達利沃夫 所以說他們這個整個撤離 是相當相當的困難 尤其是離開這個俄軍的控制區 那麼現在這批人是在一個 是在有國際組織監督下進行完成的 那麼我再給你講個小故事啊 這個太有意思了 有一個夫婦 中國人夫婦 一家三口 他們原來是去一個朋友家裡 去度假的 最後打仗了 打仗了之後呢 俄軍就把那個地方給佔了 佔了之後他們就想繞路回到基辅 因為他們是基辅的人啊 他們在路上走了三天 最後走不出來怎麼辦 他們就停在那裡 後來當地的民眾挺有意思的 烏克蘭人啊 烏克蘭人 但是在烏克蘭 就是在俄軍戰旅區的這個烏克蘭人 就告訴他 他說你這個肯定能走 你中國護照啊 就弄了一條煙 拿了一條煙呢 就是一路就是給那個俄軍的煙 你看看這個俄軍啊 這什麼素質 咱就在這裡不去評判 他終於啊 拿了這 通過這條煙一路就是給俄軍的煙 他們一看有中國護照 中國護照你拿了 他說我家在基辅放行 但是如果說你是烏克蘭人 你想離開這個 就是很困難 因為我們的同事李向是跟他是好朋友 他回去之後他都不敢相信 他說這個一路上 中國護照還管典用啊 但是你的煙可能是更管用 可以說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狀況確實是俄軍的素質啊 確實是 這個人是讚嘆不理啊 感慨萬千 嗯 但至少對這個難民來說 現在能逃離已經是非常不容易了啊 好 我們繼續來 請雲南平先生來點評一下 因為5月9號衛國戰爭勝利 今天日馬上就要到達來了 外界本來期待 俄軍會在這個之前 烏冬速戰速決 然後把這個成果作為一個 勝利的一個成果在5月9號展示 但是後來發現連亞蘇鋼鐵廠都還沒有啃下 嗯 你怎麼評價目前戰爭那個進展 以及為什麼西方要不停的渲染 就5月9號俄羅斯會對烏克蘭宣戰 但是遭到俄羅斯的否認 因為我們知道在這個歷史記憶當中 這個納斯德哥攻擊這個整個的 包括鮑威莫斯科 準備佔領莫斯科的時候 照樣有一個水月冰事 所以5月9號變成個勝利日 勝利日對俄羅斯有巨大的精神意義 也就是力量的象征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講 西方從媒體輿論宣傳機構來講 一直覺得就這個時點上 因為原來最長預期 也就是再拖也不能拖5月9號了 因為這個時點上 理論上講 要給全俄羅斯人民一個交代 特別精神行動 到底的成果如何 那麼現在可能從這個前線 包括這兩個多月下來的 整個的評估情況來看呢 我們發現 現在戰爭就像前面這個 海英在前面所講的一樣 一個是軍隊的素質 我認為這還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科技裝備的能力 我們的問題非常簡單 大規大迂迴大穿插大包圍 這個行動速戰速決 那我們經常在講 如果在兩個禮拜 這幾乎就兩 就如果在開戰以後的一個禮拜 48小時或者三天 幾乎已經被佔領的情況又如何 大家又會重新做評判 它現在不是這個情況 那說明從國際戰略角度來 你的戰略想法跟你的戰略能力之間 是不是能匹配 是 這是你做戰略能力的行動的根源 那麼現在來看 這個目前來講 沒達到這個同步 因此就會給西方做出一個 巨大的軒軟的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也是說 因為你可以每天發射導彈 但是你有多少導彈 現在人們在評估 你還有多少精確的匕首 因為這些裝備都是你過去存下的 這是最大的問題 好 最後30秒的時間 我想請劉軍主任給我們前瞻一下 接下來俄烏衝突的觀察點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大家都很關心 這個俄烏衝突到底持續多長時間 我覺得可以從五大因素來判斷 第一 俄烏之間的外交談判 第二 美國北約對烏克蘭的這樣一種軍事援助 第三 俄羅斯對於自身戰略目標的認知 第四 俄羅斯是否對烏克蘭先戰 最後是普京的2024 我覺得這裡面有幾個因素 已經不能發揮作用 但是有些因素還能發揮作用 那麼從我的判斷來看 這個俄烏衝突 我覺得有可能在2022年年底 至2023年年初要結束 為什麼 因為普京最關注的 最重視的是他在2024 2024年以後 他有可能還有一個6年 還有有可能有一個12年的執政期 所以說2023年年初必須結束 所以在戰爭的短時間之內 應該是不會結束的 好 今天非常謝謝 汪嘉賓和記者做的深入分析 謝謝您收看 再會 好 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